大家好,欢迎来到谢尔一溪投资频道轻松聊理财的节目 我是James 因为昨天有点事,所以今天就 录影就改到礼拜五,美西时间礼拜五早上现在差不多9点15分左右 好,那我们开始一下,就是也很感谢各位YouTube的观众的支持,在市场 我们要长期正确 坚持做对的事,才有信誉 用猜测,预测市场的,我想 大家都在猜嘛,所以那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做对的事 虽然感觉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新鲜事,可是就是 唯有这样才是正确 因为市场是无法预测的,所以所有的操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的操作就是因为 依据你可以预测 那你如果觉得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应该不是觉得啦,就是说你应该要承认市场是不可预测的,所以 所有的操作也就 等于 都在 拆嘛 就是这样,所以最后你是不会因为你的操作而有 有所 回报 当然 喜欢我们的节目都是有缘人,然后我也希望 有缘又有福,那大家一定会 致富,照着我们做,一定会致富,过着 快乐富足的生活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就请 订阅按赞 分享 按赞就是因为YouTube的 远算法,因为你按赞越多,他可能就会 帮你 介绍给更多人 那你分享给你的朋友,假设你 因为我们的频道而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式 不要 吝啬 分享给你 周渣的朋友 或者是 更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他们 因为你而 可能就改变了 人生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今天我们会谈市场 也是看一下市场 再来就是 投资里面 没有人 在短时间不亏损的 我不是说你若时间一长,你就不会亏损了 比如说你 赚了10倍了 那市场有时候会下跌 50% 那你 可能就 还赚了5倍 可是市场的震荡 你要接受了 所以有时候 刚进入市场的人 买进了 那过几天就下跌了 那就亏损了 可是你要知道 亏损是短暂的 你要能够 度过这个亏损的 心态 跟 压力 你才能够 得到 投资的真理 市场 市场 就是一种循环 它是 融井泡沫崩盘的一种自然规律 所以 你在一个现在 持续上涨的 市场 其实心里也是要有准备 也是 泡沫也会来的 崩盘也会来的 虽然我预估 就是 短期内 我是没看到泡沫 更不可以是崩盘 那震荡是必然 那你要接受这个循环 这个循环 在 现在市场上涨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去担心泡沫也不要担心崩盘 因为 两个状态 一个就是 你 提早投资已经经过几年你赚了5倍10倍之后 那崩盘对你来讲就伤不到你 那你有可能担心你现在买进的是最高点 那没有关系 这个市场过几年你就会回来了 泡沫或崩盘 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那你就要坚持住 所以投资最安全的方式不是去找 低点也不是去找标股 而是入市要早 时间要长 这是 投资 安全的保障 再来就是你要 获利 极大化的时候你就是要 重仓 我不是谈重仓个股 我是谈重仓指数 就是说 你有100万美金你不要只投5万10万的那这样子也不会 那不如整个100万去买国债就好了 那 因为你只有投10%那 股票 一年涨10% 那你10万块也是涨1万块 那对于这100万的资产来说你只有1%的return 那不如 那不如不要投资了去买 买公债就好了 甚至定存 长期的也会找到1% 所以 投资要重仓 你要对指数有信心 要就80% 90%投进去 甚至 你留半年一年的 生活费 其他的就是要 全部投到市场指数去 这样子才有办法 致富 很多短线操作者眼光就是赚10% 5%就卖掉 那 跌3% 5%就停损 那我不知道那个操作 怎么获利 那个操作机制就是不会获利 所以 我们投资的目标一定是 10倍 100倍的回报 为目标 那这个当然不会是 一天就达成嘛 也不会5天达成 也不会1年达成 就是要好几年 好几年的播种 那这个就是 投资的 保障 就是 保证你获利的就是你 投资10年 20年 那你会得到高回报率就是10倍 100倍 这个就是 你所要的 也是我们投资 未来 的目的嘛 你100万 买进去能够涨100倍 那你就有多少 100个million 100个million 其实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 100个million的美金 1亿美金 1亿美金 那 你用三分之一 那就是 3000万美金 应该可以在美国买个豪宅了 那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样做 当我们有钱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 可是不一定要去做 了解了吗 可是你有能力去做 让你的人生过得非常有意义 市场上涨是来自于服务 就是说所有的产品 会有价值 所有的 股票公司会有价值 是来自于服务 而不见得是一定要 实质上制造出东西 我们人类 物质上的需求 是 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了 应该 以开发国家 的 物质满足 应该是 够了 所以现在很多增长都是以服务 比如说 Netflix Google 这种就是让你的生活更加 方便 有效率 那有更多的时间 放松 这就是 现在 公司的价值 就来自于此 所以 不要去担心市场的经济 什么 IMS 制造业指数 现在 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体里面 比重就越来越低了 所以经济数据不见得是适合来判断 现在经济的形态 很多人就认为货币宽松 美国或全世界印那么多钱 最后谁要负责 当然有人要负责 就是 纳税人 美国花那么多钱 印那么多钞票 最后谁要负责 就是纳税人 负责 所以我想美国 要加税 我们现在汽油税已经增加了 再来就是 那个 销售税也要增加 增值税也要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 该来的就是要来的 不过有钱人不怕缴税 税是 more welcome 应该要缴的 再来就是 世界上贫富不均越来越大 我们坚持做教育就是要消灭这个贫穷 让大家都有机会富有 平均分得这个整个社会资产的红利 那 这样子 每个人都有机会 致富 那贫穷的人就会降低 我们这个影片我们这个频道其实 你要说是YouTube的财经 其实应该叫 叫叫教育频道 因为我们的内容 其实蛮多的 而且时间蛮长的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 我 比较像教育频道 所以大家在听这个影片的时候 跟一般的财经综艺节目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有点枯燥 不过我想你听了应该是会有所得的 这个是 投资精神上的粮食 那我以我过去30年投资的经验 累积的 经验 跟大家分享 再来就是 短线的暴涨 不会让你致富了 你可能买到一个标股 那再来呢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能够走兜眼 只是因为你知道他 一个疫苗要出来的 就买进去 一天涨50% 也不会让你负利啦 50%来之后呢 所以 那个不如买进长期持有 赚10倍100倍 可能会 致富 可是 一天两天 让你有50%的成长 你也不会致富啦 第一个你不可能 百分之百全买嘛 资金对不对 第二个你买一点点 就算50%也没有意义 对你的整个财富目标影响不大 最后我们会谈到台湾基金的持股内容的比较 这个 就是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它有持股 还有就是 摩根史丹利的美国增长基金 还有 摩根基金的 科技基金 美国科技基金 他们的持股 那你可以了解这些持股的不同 而他们的基金的属性也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市场 市场 OK 我们来看这个 QQQ 最近 都是震荡啊 这震荡震荡啊 这也是震荡 所以市场永远都震荡 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今天就算买在高点 买在高点 买在这个高点 2007年的高点 那这个高点 2007年的高点 那好了你就买在120块的QQQ 那现在QQQ是多少 259块260块 120涨到 260块 260块除以120块 你还涨两倍 那 2007年到 现在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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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12年 那你开根号 12 你也有6.6%的回报啊 那再加上股息1% 你有7.6的回报 所以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就算买在高点 10几年后 你也会有回报的 你有回报的 你 你不用担心 你有回报的 那 而且那回报有7点多percent 所以你不用太保守 因为 既然是长期投资 你如果去 买那个 债券 你债券 现在债券2% 那你 一半 投资这个 那你的 回报率 就会降低了 就会降低 所以 你看如果你一半买这个 那你7% 7.6的一半就是 3.5 3.8 再加1%就是4.8除以2 所以你的 实质回报率 因为一半是债券 一半 那你的 3.8 3.8再加5.8 5.8除以2 就是 2.6 你的回报率就有2.6 那我跟你讲 你如果 很保守 一半债券 一半 一半 保守型 一半 股票型 你的 你的2.8 你的回报率2.8 那我跟你讲 1.028 30年 你涨2.2倍 你有 100万你只有变成220万 OK 可是我们如果1.076 1.076 那 就算最倒霉的1.076 那你出 这个30年 你100万就变900万 快到1000万 所以 投资不要太保守 你 长期才是比较 安全 而不是 去计较 现在是不是高点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重复重复 不要怕 买在高点 而是应该要 长期持有 好 投资有时候你刚开始有些新朋友刚开始买进的时候市场就下跌 心理当然不好受 这是一个 必然现象 然后当然你 你会发现你钱好像少了 可是 投资者一定要熬过去 因为 你只要不卖 经过一段时间 它会涨回来的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你买指数会涨回来的 它 指数就是 掉下去会弹上来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熬过去一个短暂的亏损 那你 对于市场的认知就 完全不同了 你的投资层次就到达了另外一个境界了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你不要担心市场现在是不是高点 而是要 尽快的买进市场 那你 短期的震荡不要理它 短期的亏损你能够忍受的过去 那你就到了另一个境界 我们投资有七成 就是 知道 听到知道了解相信 再来就是 买进坚信忍耐 那再来就是 信仰 所以你 买进去市场有震荡有亏损你要忍耐 忍耐过了之后你就发现你还是赚钱的 所以你会发现的震荡其实是 把它那个是你 你心里作用而已 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赚钱 那这样子才有 到达信仰的 阶段 你如果 每次都是 一下跌你就 赶快卖掉 那你就会进入一个 追涨 杀跌的一个 恶性循环 我们投资就像 农夫 耕田一样 他可能不会 今天种下去 明天就长出来吗 不可能吗 所以你一定要 慢慢播种 慢慢播种 经过时间的增长 最后你才会有 整片的卖税 那个收成才是 丰盛 所以 你只要选对目标 选对标的 那我已经 那个 名牌给大家了嘛 就是美国高科技基金 那为什么要投资美国 就是过去我们几个 礼拜前都有 这几个礼拜都有提到美国是为什么 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 他的市场是公平公正公开 他的公司就是 创新 我不是说 其他国家没有机会 可是就是说 至少这个 可预测性 比较高 这个 比较不会有意外 那再来就是你买指数 其实就是一种分散风险 那你买进之后 一定要坚持 打死不卖 因为 这是一个 社会增长的 红利 你要坚持在里面 你才能够 有权 分到这个 社会增值的红利嘛 所以你买进去要熬到这个投资赚钱 就是买进指数你要熬到他赚钱 OK 你如果买进去就赚钱 当然就恭喜你 你买进去如果跌下去 或要恭喜你 因为你就有一个试炼的机会 知道下跌是短暂的 获利是长期的 那你就会了解真正的投资真谛 如果你在那边操作 你就永远 就跳脱不了追高杀低的宿命 OK 如果你买进市场 跌下去 你如果能够继续逢低买进 那是最好的 那你如果没办法加码买进 那一定要记得 打死不卖 你熬过 就会赚钱 一定要坚持打死不卖 当你有这个获利的成功经验之后 那你的投资就 进入了另外一个 境界了 那我说 离信仰就不远了 你就不怕市场的震荡 那你未来的投资就 非常顺顺利利 没什么 灿烂 就是很 平顺的 投资 这就是投资的 真谛 投资 没什么好 炫耀 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就是 买进 长期持有 OK 市场现在没有泡沫 市场还是不贵 总有一天我们会碰上泡沫 会崩盘 OK 那 你不用担心 我们刚刚讲过 你如果买在高点 就算市场泡沫 你十几年后 你还是会赚很多的 大家要把这个 未来的泡沫崩盘会自然现象 不要反应过度 我现在跟大家打预防针 那 我想未来你可能会忘记啦 市场崩盘我还会跟大家提醒 不要担心 OK 会过去的 那重点是什么 不是躲避崩盘 而是要 越早投资 那 长期持有 就是安全 OK 我们要乐观的面对这个市场 变 变化 越早进入市场 投资年限月长 才是安全的保障 你的犹豫 是投资最大的伤害 犹豫是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讲的入市要早 时间要长 就是投资安全 获利的关键 又是越早买进越好 那最后 投资的年限多久 天长第九 天长第九 只是投 很多人就是指数投资 个股投资 犹豫不决 到底要买多少指数 到底应该要不要买个股 其实 大概就好了 大概就好 你全部买指数也非常好 或者是你拿10% 20% 30% 来买个股 每个股票买5% 也可以 个股买哪些股票 可以啦 都可以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哪些个股比较好 我也不知道 那就买6支股票 5支股票 每支股票5% 那Apple Microsoft Tester PayPal SQ Amazon 这些你都给他各买一些 那 配合 QQQ 那你就 很稳健 所以重点不在于 选股 也重点不在于 如何买进 越快越好 可是 入市要早 时间要长 天长地久 就是 投资 获利安全的 保障 航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了 这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那 之前三月底 四月初那个整个跌到底部 熔断好几次 那是绝望 那是好的机会 当然 不是每个人有这个勇气去把握那个机会啦 不过就是说这是个经验 你下次碰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要用 大的 盆子去接 懂吗 不要 跑掉 天上掉黄金你就跑掉了 浪费这个机会 市场总在半信半疑中成长了 我看现在应该还是在半信半疑 因为市场大家还是认为经济很不好了 市场应该还有double button 这些反正 听多了也就 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现在市场其实还在相对的 低档 那 那当然很多人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在我这个影片会一直录一直录 录到你相信为止 我们可以验证这一切 因为我只要一直讲买进持有永远不卖 这就是永远是正确的真理 投资的真理 其他都是 锦上添花啦 你买到好股票啦或者是 那个都不重要 重点是 长期持有 所以市场只会在一个 非常乐观的情况中 非常 乐观的情况中毁灭 那 我们也不要去判断什么时候毁灭 我们也不用判断 这个 市场是不是 过热 因为你长期持有你就会富有 然后 那 我们 也有一个 判断的机制啦 不过 是不是会成功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 投资要集中 你如果 买个股 你买超过10只股票 你其实 就跟随买指数好了 因为你买超过 10只股票 你几乎就是趋近于大盘 而且还要不要操作 你如果买10只股票以上你又操作 那你的绩效肯定输大盘 那与其买到10只不如买指数啦 所以 个股你还是要集中啦 那不然就全部集中100%投资指数也是非常好 那现金其实是最没效的啦 那现金是垃圾啦 那当然不能没有现金 因为现金也是过日子的空气嘛 所以啊 一定要留有紧急备用金 我们一直repeat再repeat 紧急备用金让你在市场震荡的时候 不会心慌 有薪水的人还在上班的你紧急备用金就 保留个半年的生活所需 退休的人就保留一年到两年的生活所需 那其他的就是100%买进 所以你如果个股买一堆你不如买指数就好了 就省得操心 那你如果要买个股我是认为少于5只啦 那这样子你集中投资 每只买个5%也伤不了 不会伤金动股 有一只股票归到零也无所谓 反正你要坚持买进不操作 不卖 像SQ 高点100块跌到32块35块 我们学员也有九十几块买的 我还是跟他讲不要卖不要卖 那现在120,130 也还是赚钱的几年而已 一年多而已 所以 一年多能够涨20%也是蛮不错的啦 蛮不错的 你看买到这么高点 还是有个很好的回报率 所以 重点不在于 什么时候买 也不在于市场下跌 重点是在于你抱着就会赚钱 第一个当然要抱对公司 抱对股票 还有 你如果没办法确定这个公司你最好就是买 买指数 一个公司如果 你要买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他会跌掉一半 如果跌掉一半你 还会愿意买吗 你如果跌掉一半你就 不敢买的话那代表你不能投资这家公司 因为你对这家公司没有信心 所以如果你买了一家公司他跌了一半你应该很高兴赶快去买才对 你如果能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动作的话 那你就会成功了 代表你这家公司的理解跟他的商业模式非常清楚 假设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就建议你不要去买 不然市场一跌你就会吓到你就会卖出了 投资一定要重仓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你不重仓你的绩效就是不好 那你如果对一个公司持股太低那就不如不要 因为你对他信心不足嘛 你只买1% 2% 那你就是对这公司信心不足 那你干脆就不应该投资 信心不足是 没办法 抱久的 一大原因 因为市场总是有一些 风风雨雨 那反正分析师就出张嘴嘛 那你就受他影响 那你就在下跌的时候你就卖出 结果卖完之后他就开始大涨 这个就是 散户的宿命 绝对不要这样做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嘛 第一次错是经验 第二次错是无知 第三次错那就是愚蠢 我们最多就是一个经验 那不要再做第二次 假设你有过去 买对公司 那跌下去就卖掉 或者是买对公司 涨两三块你就卖掉 结果后来涨一千倍 你就没跟上 那这个是一个经验 以后不要再做同样的事了 买了 报警 有一千倍的回报 了解了吗 好公司都是这样子的 10倍 算少的 100倍回报 是正常的 重点是要长期 你今天买明天卖 你要涨100倍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啊 很多人买过苹果的17块 也买过Amazon的30块 结果一千倍没赚到 太多 太多了 你自己可能也有这个经验 那为什么 本来你可以致富的 可以有几千万美金 几亿美金的 结果 你就跟这个 富豪差生而过 那未来还有没有机会 有 未来还有 很长三四十年 十年让你富足了 20年让你富有了 30年以上你就会变富豪了 要掉起来吗 时间是你的朋友 也只有时间能够帮你赚钱 其他没有 所以纳斯达克他10年涨8倍到9倍 个股投资一般10年10倍20年100倍 30年1000倍 那你有100万30年就1000万 100万1000倍不是有1亿 所以 投资你的目标一定要100倍的目标 那 才有意义嘛 所以不要斤斤计价 不要想说 涨个5%10%你就卖掉了 那这样子的投资永远不会成财 然后那个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知道你这样子做10%20% 对你有什么意义 100万涨20% 20万 能够做什么 之后呢 你卖掉之后才是 这个 困扰的开始 抱着现金是最 最最没用的 那你每次卖掉之后的现金就是你烦恼的开始 现在股票没有泡沫了你要懂得计算价值还有股价的价差 我们刚刚谈过就是说市场什么时候有泡沫 当然你可以知道当大家都非常乐观非常兴奋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泡沫 可是那个也是这种感觉没办法衡量 那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股票的价钱是高于价值的5倍以上那就会比较是比较有高的泡沫 那我们计算过比如说 之前几个礼拜你们如果不了解怎么计算的请过去去看过去几个礼拜的 价值计算 我们计算Amazon差不多1万块了价值 那你如果Amazon在短期内涨到5万块那就是泡沫 苹果的价值差不多700块了如果以后就是很短的时间两个月三个月苹果的股价找到3500块那我就知道那是泡沫 因为本来是要投资20年才会有的回报 那在短期内就已经让你实现这20年后的回报那何必等了20年那你现在给他卖掉就会 实现20年的获利了 那这就是泡沫 那现在 苹果也才400块啊那价值有700块那你怎么会卖 当然不要卖啊有钱应该要买啊了解了吗那怎么计算价值 那你去看之前几个礼拜我们的 计算方式 与其在那边拆市场 在那边分析K线 技术分析 凭感觉 担心政府政策 不如 做个 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价值的计算 那你对市场 这个 个股的价值有感觉 你就知道 现在市场是便宜还是贵 很多事情还是要自己 实际去操作才有感觉 只是听我讲你也是 半信半疑 很多人还是会担心美国的债务 印那么多钱怎么办 其实 不会的 你要知道 美国最近举债很高 可是你看股票又涨很多 房地产又涨很多 为什么 因为美金贬值 美金一贬值 资产就会增值 那你的 资产负债表 你就 又很健康 因为你债务是降低的 因为你虽然印那么多 可是美金贬值 美金贬值 整个美国的房地产跟股票上涨 所以资产就增加 那 资产 负债比 就是 债务跟相对资产比例 就 没有什么 大的提升 没有改变 因为你债务增加 可是美国的股市跟房市 增加更快 OK 所以 不用担心 比如说美国债务之前是 22个T 那美国的房地产是80个T 美国的股市是20个T 那美国的总资产有100个T 相对于20的T 就是20%的债务 那他再印20个T出来 好了 一倍的 出来 那美国房地产就涨了 这个 股票又涨一倍了 所以 最后变成 资产变200个T 那债务变40个T 比例还是20个T 所以 债务资产比也没有改变太多了 所以 大家知道就是说 美国的资产跟美国的公司一直在成长 不是只有制造 他服务上的提升很多了 所以 收入 就是收入 你的是服务业的收入 还是制造业的收入 就是收入了 所有的 公司能够提供让人类 的生活进步更舒适更豪华更 方便 这都是价值 价值就有 就是资产 OK 无形的价值也是资产 OK 所以 只要能够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都是有极高的 价值 所以 这是美国 现在我们的产业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 无形的胜过有形 所以 你看 Amazon Amazon其实是无形的 它是无形什么 服务 你如果去 网络订购 你就会知道 那个 Amazon的运送跟那个准确度跟效率是极高的 你如果曾经在Amazon订购 你也曾经在Costco订购 或者是在其他 网站订购 你会知道 差别太大了 Amazon的订货就是非常的安心 准确率是非常的高 就算有问题 没有问题 马上可以退回 没问题的 而且退回 他东西还没收到 他的钱就已经退到你的账户去了 种种这些都是非常高级的 有效率的服务 这个就是 一个公司的价值 那SQ Paypal也同样有这种价值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增长都来自于服务了 所以我们要买轻资产的公司 那 QQQ高科技都是轻资产 轻资产 你若是工厂你得24小时有加班要有劳工 可是你Amazon当然是有劳工运货 可是订货就是24小时都可以订货 Paypal SQ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一个网页网站软体 24小时都在赚钱 OK 那 这个才是好的投资 现在的 公司分化的非常厉害 你看QQQ一直涨 因为他就是轻资产的高科技 那你看Dowjong跟SPY就是比较弱 因为他是重资产的生产业 这也就造成 成长的公司就快速的成长 那传统的公司就会一直没落 那这个怎么来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自然现象 传统产业的制造业 还有这次Pandemic受影响的航空公司 银行 餐厅旅馆这些都是 未来 影响会非常的大 而高科技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他都是 人类所需要的 而且 当人类危机越大的时候 这些高科技的需求就越大 反而越大 所以这个就会制造两者极端 就是富者越富 大者很大 穷者越穷 萎缩的就越快 了解吗 这是自然现在社会的一种分化现象 大家要记得你要 选哪一边 所以投资理财会让你 致富 你若不做你就会被 分到 穷者越穷的那一边 美国财政部宽众货币无限救世 最后谁要负责 就是纳税人 这没有 No question 总是最后有一个最终求偿者 纳税人 那有钱的人纳税应该要很高兴 OK 不要 不要 不纳税 或者是 有什么 怨言 你有钱你去缴税 缴税 缴税可以保平安 懂吗 你都不缴税 那没有社会福利 没有社会福利 会有暴动的 了解吗 那 无产阶级革命一来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 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分化 有钱的人是少数 而且集中 财富非常集中 你一定要 把钱分出去 缴税是一种方式 最后国家会有一种社会福利政策最低 收入制 每个人美国每个人一人一个月发3000 十一住行 完全免费 这才是人类的权利 人权 那你说哪来那么多 有 以后就会有 以后 机器人很多的时候 在 Oriana沙漠 你要盖几万栋 几亿栋 应该都没问题 那你 要住的人 就是要住就去住 十一住行都没问题 种植 有太阳能 电能有太阳能 地底下 沙漠底下 可以种植 都是机器人在做 你要吃多少有多少 OK 所以 这是未来的社会 所以一个人 十一住行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人 还 剩下什么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 当你给99%的人 十一住行都是免费的时候 这99%的人 跟 反正没做事就有饭吃 跟你养在后院的 家庭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人类要思考的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很简单啦 可是背后衍生的精神问题 可能才是最难解决的 我们当然没办法管那么多啦 我们先让大家 在 选边站的时候 你有机会 站在 富足 的顶端 所以 教育是唯一消灭贫穷的方式 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够完全消灭贫穷 不可能的事情 那可是能够接触到的 我们资讯的当然是有缘人 那投资之路 我是 走上30年前 会走上投资的这个之路 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走上投资之路 不是偶然 我也是碰到贵人 那 他 一路走来 给我很多的 入门的 激励 所以我才会走上投资这条路 所以 一样秉持的 相同的心 回馈给大家 有缘人 那 完全 无偿的 我们这个讲 就算上课也不收费的 那有的人说你不收费谁会珍惜 那没关系啦 有缘人 就是 我们讲的是一个真理 就好像 这个 很多宗教他们也不收费嘛 对不对 真理是不用收费的 OK 所以我们要消灭贫富差距和贫穷 有些救助是没有用的 你救助他没有用的 就好像我说现在 十一住行都免费的时候 好吗 其实一点都不好 那些人会比现在更痛苦 了解了吗 精神上是非常非常痛苦 你 什么都不用 不用努力就有十一住行 那 没有事可以让你做 都是机器人在做 你去做还会犯法 因为你做不好 那我们的人的 要干嘛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可能是未来最大的哲学问题 OK 可是那个太远 也较远了 我们就先做好理财 再说 理财教育是我们的 根本 我们的 至少是我的mission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能够推广这个 理财教育 将这个资讯 传给更多的人 受贿 川普动了什么手脚 为什么股市一直涨 其实川普也没动什么手脚 他就是 唯一就是 上任的时候 减税啦 这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 政策 那也要这些公司争气啦 所以 无论是宽松货币啦 或什么 如果这个公司不争气的话 可能 印再多钱也没用 就好像 你在非洲 或者在一个 国家 鬼内瑞啦 你印再多钱 就是只有恶性通膨而已 因为那些 国家的企业就是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是 相辅相成的啦 不是只有印钱就一定会好 而且 公司一定要本质要好 才有机会 所以 财政部量化宽松制造很多现金流 的时候 很多公司发行债券就免费了嘛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其实就不像银行借款了 他根本就是自己发公司债 那 传统银行怎么赚钱 就 当然就机会不多 那 大公司自己发公司债 那小公司都倒光了 个人的 穷的人也倒债了 所以为什么银行 商业银行 是这么辛苦 Wales Fargo 是这么辛苦 而投资银行是这么的好 所以 Wales Fargo的财报就是 非常糟糕 可是 Goldman 还有 BOA BOA因为有投资银行 Mary Lynch JP Morgan 还有 Morgan Stanley 他们都是非常好 因为他们的投资银行都非常赚钱 所以 量化关松造成了很多大者很大 穷者越穷 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泡沫 虽然现在没有泡沫 不过我跟大家讲就是 大家了解泡沫是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社会上常常有泡沫 比如说 如果之前有黄金泡沫 黄金曾经涨到2000多 跌到1100 1200 可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泡沫 因为 因为第一个他的资产就是 总资产就是很小 第二个你也没买房金 你也不知道他有泡沫 所以泡沫 所以泡沫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的 那股市泡沫如果不投资的人也不会感受到有股市泡沫 没有买房子的人也不可能也不会感受到2008年的泡沫 那泡沫有大有小 那很多资产泡沫 比如说很多 商品泡沫 其实都是很小的 之前油的泡沫 油的崩盘跌到负的 32、34 也很多人不知道 没有感觉 而且也 没有影响到 大部分的人 所以 比特币2万块跌到8000块 也很多人也没感觉 也伤不了 因为你也不参加比特币的投机 所以泡沫虽有不同 但伤害的程度 还是有所不同 我们看看2000年的网络泡沫 2000年的网络泡沫就是那些高科技没有本质 而股价 超越它的价值 太多太多了 因为 连货率都没有 股价可以到900多块 那个就是泡沫 所以他等到泡沫破裂的时候 他伤害的就是这些公司 高科技公司 还有投机者 就是投资这些高科技的投机者 就这样子 所以他也没有影响到 金融业 也没有影响到房地产 所以2000年的泡沫 虽然跌下去 QQQ跌了80% 可是刀价SBI可能只跌30% 左右 所以 那时候巴菲特一点都没受伤 因为他是金融业 他投资很多保险金融业 那 这些在2000年的高科技 其实都没有受到损伤 这就是网络泡沫 这个叫做产业泡沫 产业泡沫 其实有时候大部分都不会影响到金融业 所以 只要不影响到金融业的 就不会动摇国本 那现在这次的pandemic 这个 疫情其实也不会动摇到金融业 当然也要持续观察 因为很多 商业银行 还有地区银行 应该还是会受到影响 不过就是说 央行 撑在那里 所以应该也 不太有2008年的金融泡沫的 经验 所以我想 央行 应该很有经验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 虽然 银行业应该还会受到蛮大的压力 所以投资 金融是不划算的 那2008年的泡沫就是一个 房地产泡沫 就比2000年的泡沫大得多了 2008年的资产泡沫 你要知道美国的房地产当时就是50个T左右 跟那时候的股票是18个T 那差太多了 2000年的股市可能只有10个T 那10个T的泡沫 那太小了 大海里面的涟漪而已 可是当 2008年的50个T的泡沫的时候 那就是海啸 而且它不只影响到房地产的 资产价值 而且它还影响了金融业 因为 呆账太多了 银行自己都受不了 这个就是海啸 海啸 所以只要泡沫是会动摇金融业的根本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 地洞山摇的 崩盘 那现在就是 都有央行撑着了 所以 这些东西 未来就算是有金融业的 危机 央行也是撑着了 所以 大概现在所有 这个 金融业的动荡 央行都有 药房 有药房 所以 投资者现在是非常的 幸运 那这些投资者其实就小众 那 没有投资的是大众 所以其实央行在 协助这些 有钱人 会更有钱 所以你要当有钱人了解了吗 要投资 那你就会更有钱 很多人都说那 市场在 低点的时候赶快 买进QQQ 可是高点的是不是要移到债券 我想不用 债券回报率就是低 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头部什么是底部 你怎么有办法做操作 不可能 你不是神 所以 你如果市场到了崩盘的时候 所有的资产都会下跌的 不管是房地产 房金 债券 股票都会跌的 因为什么 就缺钱吗 缺钱的时候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所以泡沫的时候 持有任何资产都是 不好的投资 那我讲过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泡沫 不过我们就是计算价钱跟价值之间的比例 如果价钱 价格 股票价格是超越 股票价值的五倍 股票价值的五倍 那当然就可以 尽量减少 资产的部位 那我还是跟大家讲我们很难避开泡沫 而且不应该去为了泡沫而预测泡沫 OK 你为了一次真正的泡沫 你每年都预测一次或两次的错误 那会让你的资产 减半 那还没泡沫来 你自己就制造了一个泡沫 因为你的资产就减半了 了解吗 我谈的不是说你会亏损 而是你获利减少 本来你可以长十倍的 你就会因为你的操作你的资产只长五倍 那 不值得 所以你宁愿不要躲避泡沫让他长十倍泡沫一来你还有五倍 100万还有500万 可是你如果一直在躲泡沫 人家长到1000万你就长到500万 泡沫一来你增下250万就跌掉一半 那长期持有的人还有500万 他的资产是你的一倍 所以你去预测泡沫或是想要避开泡沫 其实是 浪费时间啦 而且 长期来说你还是会 损失啦 就是你的获利会 绩效会 不好 所以只要任何人你只要保留紧急备用金那你最后就是要重仓 重仓 那安全 投资的 安全保障是 越早入室越好 天长地久的持有 这才是安全的 获利的保障 其他的都不是啦 所以你任何的操作都是降低你的回报率 还有你税务的损失 所以啊 买进长期持有打死不卖 你就富有 这是我一直一直一直讲 一直讲 那你当你投资市场下跌 怀疑人生的时候 那你赶快回到我们的YouTube 听几个YouTube 你就会 打起精神 你就会对人生越有希望 那你就会快乐的过日子 这个是我们做的 就是说假设你 买进持有不操作 那市场一直涨涨涨到最后你有一天最后40年 卖掉 那你缴15%的税 那你有900万 可是你如果每年每年都操作一次那缴的税 你每年操作你周税跟 那个 要缴25%的税 每年都 都缴这个税 你最后的资产只有300万 只有900万的三分之一 买进持有不操作的人的三分之一 何必呢 所以 我谈过 第一次 不懂 那就是无知啦 第二次你还做错 那就是 第一次 第一次是惊艳 第二次是无知 第三次你就持续这样犯错 那就是 愚蠢 那也救不了你 所以你就算是 持有一年之后 做一个操作 虽然年帮税是15% 美国啦 那周税也要将近8% 你最后要缴27%以上 那你每年操作一次 你就 资产就 减掉三分之二 不是一半 是三分之 泡沫才 让你亏损一半而已 那 你这个 自己操作就亏损掉三分之二 一半多 何必呢 制造麻烦 这是 操作是一个愚蠢的 策略啦 就像你猜对了 有一天买进一只股票 涨50%也不会让你富有的 再来呢 你不肯100%的资金买进去嘛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敢 那你不敢 你买个5% 100万买5万 5万涨 涨50%就涨2万 也就是你资产的 2.5%而已 2.5%的增长不会让你 变成富豪啦 会让你变成富豪的 只有涨100倍1000倍才会 那 有机会 每个人都有机会 就是你要长期持有 不操作 你这个资产就会涨100倍1000倍 所以你如果操作的人 大部分你很多 获利是没办法复制的 那你很多时间是大部分的都是留有现金,大部分的部位都是现金,因为你炒作不敢大部位炒作 那有时候亏有时候赚,结果你的整个的获利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啦,这个据统计一般的散户的长期货回报率 所以 年化回报率也在 2% 3% 其实比公债还低 所以 很多人是亏很多钱 所以 还是一样就买进持有经过 二三十年 那才是 致富的关键 我是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 让大家知道 操作是 无法 获益多余利润的 而且会造成你亏损 所以你不要 自己认为一两次操作 赚钱你就会以为你会变股神 不会 会变股神,唯一的方式就是买进持有不操作,打死不卖 你如果说 操作 那其实那就是赌博 赌博 那你 把它当作个消遣 It's ok 可是你就自己跟 获利就 不要有关联 那不要把它当作投资 那你一辈子都在赌博 我看这个一辈子你也是完了 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你看一辈子赌博的人有什么成就 不可能的嘛 那你 你事实上明明知道赌博没有成就 结果你就 天天在做当冲赌博 何必呢 那你要富有的方式 唯一的就是买进持有不操作 你就会变富豪嘛 你就几百亿 美金多好 一亿美金就够你过着 非常好的日子 我不是说你有了钱你就要浪费了 没有这回事 可是我还是 回来就是说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多思考一些 精神上的 事情 可能是对你的 人生最有帮助 有些东西 其实你有钱你可以买得起 你不一定要买 了解吗 可以买得起 已经让你过快乐 够快乐 你不一定要去买 三千五百万美金的豪宅 一百万美金 两百万美金的房子 已经可以过得蛮舒服的 偶尔出去 吃一个 餐厅 好好吃一个 也是蛮舒服的 这样够了 再来就去旅游 就是说你精神上的开销 越多是越好 看书是很棒 看书 还有就是大家都认为 固定收益类的资产是比较安全 比如说买债券买REITS 这些比较安全 其实这个相对都不安全 像REITS也不保证复息 而且股票还会跌 所以一般固定收益是 不保习又不保本 国债当然保习 可是国债不保本 你30年后把钱拿回来 那已经是贬到不值钱了 权益类的股票就像股票这种 或房地产这种权益类的 就是 长期保习保本又保增长 你房子可以有 利息收入 有房租收入 你的股票有 股息收入 而且 股票虽然涨涨跌跌 长期是上涨的 像QQQ的话就是长期保习保本又保增长 这个 QQQ从来没有不发股息的 一定会发 一定会发 所以它是长期保习保本保增长 而不要去买固定收益的什么 垃圾债 高收益债 年金 保险 这些都不要买 国债 债券 还有房地产 证券的股票 这个房地产证券 率子 这个都不要买 那个就不保习不保本 懂吗 已经repeat好几次了 你还不相信 那 你就试试看 你做一次经验 可是我跟你讲 不要做两次 也不要太长 你如果 你一年没赚到钱 我们是赚30% 你 什么都没赚到 你跟我的资产 最少差30% 不要这样做 再来就是 最近 台湾的财政部有讲 ETORO是非法的 那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 财政部说非法 不合规 是说在台湾不合法规 所以 可是ETORO在英国是合法的 那不合法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台湾做广告 很多网红替他推广 那其实犯法的是谁 犯法是网红 就是说你在台湾 引进一个 不合规的金融业 那你做推广的动作 那那个金融业背后给你一些 一些支持 那这是犯法的 那这是犯法的 犯法的 代表这个讲白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 违法吸金嘛 违法吸金 当然不是这些网红 吸到钱 可是你帮这些 海外的券商 吸金 这是违法的 可是你到美国来开户 那你是你个人行为 你不会因为到美国的BOA开户 美国BOA就变成违法 不会 BOA Charles Schwab Charles Schwab 在台湾都不会有广告 也不会有网红帮他推广 所以 他没有违法 你去找Charles Schwab开户 合法合规 那你要自己承担的是 海外券商的风险 那你当然到海外如果要开户 你要看看你这个 在当地这个券商 安不安全 像你Robinhood Etoro 在美国其实也不安全 因为 他们都没有保险 可是你在Charles Schwab就安全 因为他有 SPIC的保险 而且他们自己券商也有增加保险 可能都可以到100万1000万的保险 保险 那很多什么Trade 什么Trade在台湾有很多网红 也 或是 部落格的人 帮他们推广 其实这些人就算是善意 没有收取 其实也是违法 因为这是违法 违法 因为你 这些券商 在台湾都没有登记 你去推广 其实就是违法 了解吗 那你在海外的 投资 开户 你到香港开户 你到 瑞士开户 你到美国开户 那你就是自己承担这个 风险嘛 海外券商的风险 台湾政府是不负责的 那你唯一的就是要了解 当地的法规 还有这些券商 是不是合法合规 那是不是大的券商 有没有保障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 或者是你 担心风险 你就台湾乖乖的做付委托 或者是买一般的基金 好这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所以 我想 我们就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 就是 在台湾 安安分分的 做 付委托 或者是 去买 低手续费的 平台买这个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摩根史丹利的美国增长基金 或摩根基金的 美国科技基金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 QQQ它的持有就是这些 那我们这个基金你记住 它跟后面我们一般基金的比较 第一个它是苹果 Microsoft Amazon Facebook Google Intel NVIDIA Dolby PayPal PayPal最近才进入这个 QQQ的list 而熟人讲这些公司 每一个公司你都很清楚 那这个就是QQQ 所以就是非常安全 非常好的一个 基金 好 那我们一般的基金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它 它买的是什么 它买的是 Amazon 微软 Alphabet 这是Google Shopify 这个 比较小 ServiceNow 这也比较小 Visa Master 你知道 PayPal 你知道 Facebook 你知道 再来就是 看一下这个 医疗保险 这个 就不太熟悉 医疗保险是不熟悉 所以 这个 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它是 7支 大公司 3支 小公司 你就知道 它比QQQ来的 变动大一点 因为它有 三 三成是小公司 7成是跟 QQQ一样 那我们来看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Shopify 小公司 Amazon 大公司 Octa 小公司 Vita V 小公司 Square 小公司 这个小公司 Uber 也算小公司 这个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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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Morgan Stanley 其实它的特性 就是 小公司为主 那它比较分散 它每一个公司的比例 就 差不多在 4% 5% 以上 以内 所以这个就是 Morgan Stanley 当然它是小公司的 它的震荡 就会比较剧烈 好像 8月14号那天 它就跌掉7% 所以小公司 持有小公司的基金 它就是比较 Varito 震荡 比较剧烈 摩根基金的美国科技基金 你看看 AMD 算是大公司 Synesis Synesis 也算大公司 Alphabet Tesla 算小公司 Microsoft 大公司 NL device 像中型的公司 PayPal Imedia 这个Match Group Amazon 大公司 是大公司 所以 它算是也是大型的公司 所以 摩根史丹尼 美国科技基金还算大 还算大 可是它跟QQQ的差别就是 其实它是蛮偏的 你看它 用AMD Synesis Anal device NVIDIA 这些 加上这两支 其实六成都 比较跟QQQ不太一样 OK 所以 大家对这些基金都要了解 所以你如果 愿意你都给它买 也无所谓 可是 如果要稳定 当然就买QQQ 或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回报当然是这些 摩根史丹尼 或是摩根基金 它的回报率长期还是会稍微好一点 可是它的震荡就是会高一点 Anyway 投资者了解这样的特性 你就知道你买的东西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 所以市场就是 长期上涨 那 你不管买在市场的高点 你 10年20年 你的回报率 年化回报率有在7到8% 你要忍受短期的亏损 你才能够 到达投资信仰的地步 市场就是一个循环 它 有溶景有泡沫有崩盘 所以你 唯一能做的就是 越早买进长期持有 不操作 泡沫 你要躲避泡沫跟崩盘 是微乎其微 不可能 与其这样子 你就是买了长期持有 涨个 一百倍 一千倍 让它跌一点 有所谓 入市要早 时间要长 这才是投资的安全保障 投资获利安全的保障 你要中仓 不要 留太多现金 也不要做太保守的投资 因为 回报率低 长期就是一个风险 所以你要越早投入 长期持有才是 重点 而不是担心短期的震荡 我们的投资目标都是以 百倍 一千倍来做目标 所以你短期操作人 就是眼光短浅 你那个不叫投资 你那个叫做赌博 所以市场 现在的产业是越来越分发 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典范转移是如此的剧烈 跟多样化 所以其实现在的投资 其实机会是蛮多的 而且 获利是蛮好的 所以要勇于投资 宽松货币的钱 印出来的钱 其实最后都是纳税人 要去负担的 所有的钱都是一种债券 就是你一定要有人去承接 要有人去负责 那 我们 努力的在做 教育 所以 大家要把我们这个 证券的投资理念 除了自己实践之外 那 也要推广给你的朋友 跟 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也提过泡沫的类型 2000年的泡沫是 产业泡沫 2008年的是 资产泡沫 产业泡沫通常比较小 商品泡沫都更小 那资产泡沫就很大 那只要不要动摇到 金融业 那应该都 大部分都很快就会过去 短券操作没有用 就算短期的 上涨也不会让你致富的 只有长期的100倍1000倍 你才会富有 那我们也介绍了 台湾基金的几个基金的持股跟特性 那你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OK好 市场涨跌 不要担心 就是买进持有 不操作 那做一个快乐的投资人 你就会 变成富豪 1亿美金 想象一下你 1亿美金 10亿美金 你要做什么 这个可能 你需要去思考的 那不要落入 变蝼蚁一样的 接受的 十一住行 都免费 那时候你会非常痛苦 OK 不盖你的 你什么都没有 那每天都有饭吃 其实你 不会快乐的 不会快乐的 做一个 快乐的投资者 那 多多 思考精神层面的事情 可能会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 帮助他人 投资成功 可能是会让你更快乐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就在下面订阅 按赞 转发 按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订阅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有紧急的 及时资讯 你会收到 在那个YouTube的社群 Community 那边有时候会有 及时的资讯 那你收到 那你可能对你的投资 会有一些帮助 好啦 谢谢各位 那么长的时间 可能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 那我们 这个不是一般的影片 这其实是一个教育影片 所以 你在听这个影片的时候 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开长途的车 去上班时间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可以有 静下心来听 或者是晚上 静下心来听 有一个时间 比较长的时间 静下心来听 一次听不完 分两段听 也OK 好啦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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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